中央和地方为推动外贸提制升级 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 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额2.74万亿元 同比增长5.7% 一直7月全国进出口总额17.41万亿元 增长4.2% 在全球经济低迷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中国外贸依旧保持平稳增长 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 2019年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 再次强调 要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六稳即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 稳外贸 位列第三 随后8月26日 山东 江苏 广西 河北 云南 黑龙江等六个新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对外发布 其中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是探索的重要内容 继续为我国的外贸发展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 正在中学读书的刘元春 开始接触到一些经济学知识 心中埋下了学习研究经济的种子 后如愿踏入人大求学 此后近三十年中 从最初研习计划经济学 后转为政治经济学 最终在开放宏观经济学中深耕多年 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 有着独到的见解 数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国家经济形式专家座栏会 欢迎大家走进中国经济大讲堂 今天我要给大家交流的是文外貌 这个话题在当前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因为目前全世界一方面面临着 世界经济低迷的挑战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在中美贸易冲突的作用下面 全球的这一个贸易 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期 中国经济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的外贸会不会出现负量为数的增长 中国会不会因为 我们的这一个外贸增速的下滑 而出现失业潮 会出现我们工厂的倒闭 那么这些现象我们从过去一年的冲突过程中间就会发现 事实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经受住过去这一年世界经济低迷 以及中美贸易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挤压 依然保持了较好的这种增长 那么下一步 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 我们的外贸 我们的经济 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那么我们下面进入到我们这一个讲课的主题 全球所有的研究机构都纷纷下调了今年的GDP增长速度 比如说MF把全球GDP增速从以往的3.9调到了3.6 那么同时联合国贸化会将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从1.9调节到1.6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低迷 而这个持续的低迷 很多人认为在2019年到2020年会出现新一轮的疲软 甚至出现新一轮的危机 我们是外贸大国 那么全球经济低迷 是不是会对我们的外贸带来全面的一个冲击 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在这种状况里面 中美贸易战全面拉开序幕 它的结局会怎么样 中国能不能够承受这样如此深度 广度的一种冲突 2018年7月31号 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六稳的 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再调整再定位 把稳就业 稳投资 稳外贸 稳外资 稳金融 稳预期 这六文纳入到我们宏观政策的这一个调控内容之中 大家会看到我们整个的出口增速在去年三季度为止 依然维持到百分之十二点三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 很不错 在全世界也算最高的这种增长数 那么同时对于美国 对于非洲 对于亚洲 拉丁 美洲 欧洲的这个出口增速 也保持在两位数 那么因此很多人就在讲 我们为什么在外贸还可以的时候 要提出稳外贸呢 那么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态势 对于中美这种贸易摩擦的这种发展态势 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自身 在攻坚期的这种发展规律 做出了很精准的前瞻性的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就要求我们怎么样 必须要进行预调和微调 要强化我们的底线意识 要强化我们的优患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的思想 一个是在博尔论坛 他提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四点政策 目前总书记所谈到的这四个方面 在过去一年里面紧多密估的在进行 你比如说大幅度的放宽市场准入 我们在投资在贸易进口这方面 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整 另外一个就是总书记在今年4月26号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这一个讲话 又提出了五点举措 那么这个举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把实施有效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纳入到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要承担更多的世界经济稳定的作用 那么第三个就是总书记在6月28号今年G20的这个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断 就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又不如到一个十字路口 那么这个论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如果世界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各个国家没有采取合作性的这种宏观经济政策 和合作性的治理调整 那么世界很有可能进一步的陷入低迷 根据国家的六稳政策 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就制定了稳外贸的一系列的这种政策 第一个我们要贸易多元化 你不能够怎么样 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我们从2013年开始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 这个战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要使我们的出口 我们的进口 我们的贸易格局 我们的投资格局 要真正的多元化 要几条腿走路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不仅仅要大规模的出口 我们还需要大规模的进行进口 而且要进口一些高质量的账品 前些年大家会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怎么样 我们的一些内需外流 高端购买力的外流 很多人怎么样 一出国就大包小包 到国外的奥特莱斯 到国外的一些名品店里面买很多的商品 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些消费 能够在本国进行购买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些 具有高品质的这些商品 在中国进行销售 进行生产 甚至进行国产化替代呢 中国在这里面 以进口博览会为主体 把这一块打造的很重要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为了对冲美国 对中国出口的这一个征税 我们进行了怎么样 第一个出口退税率进一步的提高 原来我们怎么样 比如退11% 那么我们把它提升到退13% 那么这样我就给你抵扣了两个百分之 同时我们还国内进行减税降费 对于一些行业进行专门的一些扶持 特别是我们在营商环境上面的改善 和外贸进出口流程的这种改善 使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这样来进行全面对冲美国的这一个贸易保护 在过去几年悲观论者 特别是国际的一些投行和一些国际的宏观研究者 他们认为中国会出现很多的事情 那么特别关注的几个 他们说第一个 中国肯定有几个科技大企业会倒闭 特别是美国重点打击的华为和中兴 这样的一些企业 他们会倒闭 第二个 说他的贸易增速会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征收关税 那么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特别是会导致出口外移 产业外迁这种现象 很多人就会讲了 你看美国的耐克啊 阿迪达斯啊 包括苹果啊 都在开始把他的生产线往东南亚进行转移 那么因此中国的这些鞋啊 帽啊这些 他的出口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因此很多人进行内推 说我们的贸易 肯定会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 第三个很重要推论 他就说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 在出口里面占到百分之五六十 那么这些企业抗打击能力很弱 那么很多中小企业会倒闭 第四个 他们认为外资会大量的进行搬离 金融市场会出现混乱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一年打下来 我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几个典型事实 第一个典型事实 就是今年七月三十号 华为发布的上半年的业绩 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华为不但没有到 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还非常好 营收同比增长 百分之二十三点二 净利润率为百分之八点七 百分之八点七意味着什么啊 我们一般企业净利润率 可能只有百分之五点几左右 那么华为的利润 营业状况很好 那么同时大家也会看到 今年上半年华为的手机销量 历史上扬 占领整个手机市场 百分之四十的份额 同时还签订了三十多个 五G的大单 中国一些科技型大企业 会迅速倒闭的这个预言落空了 中国的这些企业的弹性和韧性 比他们想象的要好 第二个就是大家会看到 贸易增速保持正增长 而不是负增长 今年一到六月份 我们的出口同比增长 百分之六点一 进口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点四 然后我们的进出口的贸易顺差 达到了一千八百多亿美金 比去年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多 所以因此你说中国外贸差 还是好呢 那当然有人讲 你比去年百分之十二点几的 出口增长速度还是要低一点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怎么样 世界的大势 全世界都很低迷 你中国老是一直独秀 也不能够 但是六点一的这个增长速度 已经是很不错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会看到 外商直接投资 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百分之五点六 很多人就讲 外商开始在撤离中国了 那么结果是什么呀 没有撤离 那么很多人就在纳闷 说你这个数据是不是错的 那么多外商在东南亚进行建厂 怎么就没有外资负增长呢 那么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 发现有几个现象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的确一些低端的产业 搬迁到东南亚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呀 欧美特别是欧洲 日本 韩国 开始大规模的对中国的高新技术 对我们的服务业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这个投入量非常之大 那为什么啊 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 第四个我们会看到 我们今年上半年 整个就业状况不错 新增企业355万个 平均每天增长1.9万 新增就业737万 调查失业率5.1% 这个活力还挺好 所以很多人老想 你说你中国的数据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粉丝太平呢 那么我们老跟国外的同行讲 你到中国去看一看到底有多少游手好闲 失业人员在街头 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露天睡着 我说你基本上看不到 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一系列的数据 我们的500强 今年首次超过了美国 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 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数据 我们进了129家 美国才121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美国才能打使 欢迎订阅明镜 市场上有条件 美国才能打per知的 去新墙 我们 fut 我们的支持 声音镜需要您的支持 四分之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经济大讲堂 近期的一些变化 与我们很多人所想象的具有不一之性 我们稳外贸 依然面临着新一轮的冲击 那么这种新一轮的冲击是什么 最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贸易增长速度 开始出现明显下降 那么下降的过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是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回落 除了美国经济出现疲软 更重要的一个目前的很多数据表明 很多的这个区域 它的经济已经也开始出现疲软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 大家可能最关注的一个 龙象之争 就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赛跑 那么印度在2015年 特别是20162017 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飙升到7.5% 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7%回落到6.96.7% 莫迪非常高兴就向所有的人都宣布 印度经济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中国 但大家知道最近印度发生什么故事了 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从7.7% 一下掉到了5.9% 大家还估计可能到今年底 它会跌破5%掉到4.9%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疲软在全面扩散 动荡也在全面扩散 那么第三 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地迷重新开始 那么最为直观的一个就是 大家会看到 我们新世纪十年的各种专利增长的增长速度 是持续下滑的 还有各国的这一个研发战基地的比重 除了中国在上涨 其他全部在下降 那么最明显是 欧易这一地国家 发达国家的这一个研发的比重 在下降 我们能不能依靠新一轮的技术来带领 我们这两年就走出世界经济的低迷状况啊 答案很明显 那么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 力全球化的时间和深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长 在历史上 如果这种贸易冲突 根源于全球分工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大变化 那么贸易冲突的深度和长度将会全面拉长 它的长度可能会达到二十年 那么我们从零八年到现在多少年 十一年 那么我们走出了这个力全球化的低谷了没有啊 没有走出低谷 我们还在低谷 另外全球不平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 还在一些局部问题有所恶化 为什么会出现力全球化呀 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很多的不平等问题啊 自己的福利没改善呢 所以大家就要反对 所以就会出现民粹主义 然后就会出现保护主义 然后就会出现怎么样 力全球化的这个浪潮 所以说力全球化的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不平等问题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图形 它是全球前百分之一的富人 所占的世界收入的比重 那么在八十年代占百分之十六点三 到一六年占二十点四 那越来越高啊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就是 大家会看到各个国家的状况 都一样 当然在这个浪潮里面 中国做的事情是最为伟大的 大家会看到中国这个图形 我们的百分之一的富人占比着 从差不多在09年之后 它的比重没有上扬 那么原因是什么呀 中国采取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浮兵工程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债务率是多少啊 百分之二百六十二 但是大家再看一看 全世界的债务率是多少 全世界到2019年一季度 总债务达到了两百四十六万亿美金 债务率上升至百分之三百二十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跟世界的平均水平比还是小五见大五 但是我们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你会看到发达经济体 现在最高的是日本达到百分之四百多 美国以百分之二百多 目前困扰着世界经济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债务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大家会看到我们这些年里面 老说的我们人口老龄化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 全世界人口都在老龄化 老龄化最厉害的是日本 当然世界上唯一年轻的大国是谁 是印度 印度平均年龄好像在二十八岁左右 但是其他国家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老龄化率 劳动力人口占比都是在下降的 人口抚养比都是在上升的 所以这导致怎么样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下降 贸易战还会通过其他延伸的渠道 对中国经济带来各方面的一些冲击 那么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汇率 8月6号上午 人民币在岸价格也跌破了 1比7的这一个大关 第二天美国财政部宣布 中国是规律操纵国 但是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的就是 美国在2018年4月份 它的这一个规律操纵国有三个标准 200亿美金 3% 2% 简单讲就这几个参数 根据美国于2018年4月发布的 最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外汇政策报告 认定汇率操纵国的标准有三个 一是至少大于200亿美元的 与美国的显著的双边贸易顺畅 二是实质性经常项目顺畅 至少超过GDP的3% 三是长期单边干预外汇市场 在过去12个月内进行反复的外币净买入 并且总额达GDP的2% 中国符合哪一个参数啊 只有第一个参数符合 但是第二个第三个都不符合 但是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 北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那么汇率操纵国这个一出来 导致本国很多金融人士变老色 他们认为汇率操纵这个问题 会对中国带来致命的打击 那我可以清楚告诉大家 这种认识是极度错误的 为什么啊 当美国利用301条款 对中国目前2500亿征收25% 下一步对3000亿征收10% 那么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全覆盖 如果美国再依据汇率操纵国相应条例 对中国的外贸进行打压 那么边际上的效应大不大呀 不大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征收到百分之二十几 有些就是停滞性的关税了 我们之间就不做贸易了 说你再往上加意义不大 很多人就讲了 说我们会不会一跌到底呢 一跌到底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我们还得要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 第二个 说美国在加速跟欧盟要进行双边谈判 加速跟日本跟韩国进行谈判 加速跟东盟进行谈判 那么除了形成国际战线同盟 那么还有持续的技术战和人才战 那么最近对于一些关键技术 一些敏感领域的签证 已经进行了全面的遏制 当然江湖上还讨论了很多金融战 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际贸易里面 大量的使用的是美元支付系统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大家一定会看到 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为美国的这一个策略 采取它的备胎计划 几年前我们就专门建立了 以人民币为结算的国际结算体系 那么欧洲这两年为了应对美国伊朗问题 那么也在建立自己的结构体系 那么下一步 我们要进一步的采取 四个方面的外贸的一些举措 这就是七月十号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来的这几大方面 第一个要降成本 政府要让利 第二个我们金融要给予支持 第三个在创新政策上 要进一步的发展 比如说对于这一个国际电商的这种扶持 那么我们采取了很多的策略 对一些通关这些方面 也采取了很多的 便利化的这些方面 采取了很多的这些政策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 进一步的工作中间 有战略性的 有战术性的 有政策层面的 有时点的 有周期的 所以因此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世界变化 世界变化有可能超越其 中国必须要在战略上 强化我们的这一个底线意识 强化我们的危机意识 要在战略层面上面 做出全方位的这种布局 那么同时我们还要避免几个陷阱 要避免的第一个陷阱 就刚才讲的 以降触核的陷阱 很多人认为怎么样 我投降了 你就应该不打我了 那错了 为什么你投降了 你的战斗力还在 一旦他派驻人员 到我们这来监控 那么他随时可以将制裁升级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你束手就擒 任由人家的摆布 第二 要避免简单步入敌对状态的 休息敌的陷阱 我们讲的 我们中美之间 应该还是合作的这种关系 世界依然需要美国 一定要认识到这一个 第三 无技术外裔高成本的军事竞赛陷阱 苏联怎么被拖垮的 就是军备竞赛 那么美国也在军备竞赛 但是美国的军事 他的技术大量的转位民用 军民共用 导致他的国民经济和军事 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 但苏联却没有 说大家你就会发现 苏联的飞机很好 但是民航却很差 冰箱脑弄不好 为什么 他的高端技术没有外衣性 第四 有贸易支撑和经济基础的政治联盟 也就是我们在地缘政治竞争里面 我们依然要把发展 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旋律 第五 在有不可持续的经济扩张陷阱 也就是我们在地缘经济竞争的过程中间 一定要注意可持续发展 所以大家会看到 总书记对一带一路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叫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 我们要进行能力建设 要进行武通 然后真正的使大家你好我好 第六 无创新 无竞争的发展陷阱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要真正的能够实现经济动能的转换 刘校长您好 就是您刚刚在您的讲堂中提到了我们的对外贸易 有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我想问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际贸易的背景下 我们中国现在的进出口结构 就有什么值得重点优化或者调整的地方吗 谢谢 就是说在我们出口里面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种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大幅度提高 在我们这一个出口里面 第一大宗出口商品是积电商品 但是在积电领域里面 我们的一些高技术前沿性的这样的一些积电产品还是比较缺乏 第二大宗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按另外一种细分 我们的高新技术出口占比也很大 接近30% 同时增长速度还挺快 这些年一直是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第三类才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商品 那么这些商品对于我们解决我们的就业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因此这里面就会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随着我们出口的成绩越来越往上走 它对技术的敏感性就越来越强 对于我们的专利 对于一些核心技术 核心零部件的进口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因此 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在贸易大国 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上 要向创新大国 研发大国迈进 为什么 这里面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这种卡脖子技术 没有得到突破的话 那么就会很容易受制于人 当然这种受制于人 我们刚才讲了 这是我们成长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如何构建我们的一些就业的安全网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前的 就是说中低端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 它的可替代性比较大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 各种要素成本的提升 那么我们再去做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那么与我们的这一个美丽中国 幸福中国的这些目标 有些还不是完全契合的 因为这些产业很多是在环保 技术 质量 卫生这些都存在很多的缺点 但是这些产业又容易受到产业的迁移 又容易受到这些贸易冲突的打压 那么它可能就会带来我们在就业上的波动 所以这里面就要求我们在就业结构上面 要有一个革命性的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从制造业 要游历出500万人左右的这个工人 而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 每年会新增接近1000万就业 那么如何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些年里面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 但是就业水平还是很稳定 原因就是我们的服务业这一块发展很好 它就业吸纳能力很好 但是近几年我们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有所下降 因此我们下一步如何在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过程中间 提升我们的就业的吸纳能力 这是我们应对就是外部冲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实上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一些产业可能是向东南亚飘移 向一些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飘移 但是我们还有广大的中西部进行拓展的空间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些空间 实际上就需要我们在一些区域政策上面 要做出一些差异性的调整 那么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超预期的一些变化 和我们政策实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下一步能够应对好 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的两大挑战 在这种世界的十字路口 我们最大的战略是什么呀 做好自己的事 最好的政策是什么呀 是我们必须万众一心 团结一致 提振信心 然后把我们目前的攻坚战 一步一步的打 我们只要完成我们的新旧动能的转换 完成我们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调整 完成我们目前这种风险的这种释放 和金融体系的再造 我们基本上不会害怕任何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大市场 因为我们有庞大的这种人力资源 因为我们有很坚强的这种政治后盾 所以这些优势决定了 中华民族的这种崛起 它是必然性的 我们的稳增长 稳外貌 也必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主题中间 能够达成它的这个目标 好 我就今天简单给大家交流这样几个方面的思想 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从里面 收获到最大的是我们为何要提振市场信心 然后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经济的这么一个整体逻辑 就是对中国现在就外贸的一些问题以及东美之间 还又涉及到中国关键的那些焦点 比如说华为的问题啊 以及中国外贸设计的一些很焦点的问题 我们比较深刻的了解 这让我们增强了我们对我们国家一个 就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信心 它今天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数据 非常详实的告诉我们 我们中国有信心 有这个能力去应对这场贸易战 然后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